蘇打綠之前因為和前經紀人鬧出版權糾紛 所以近期改用餘地祕的身份出席活動 一直到去年10月 他們才成功拿回蘇打綠這個團名 沒想到清風近日卻發文 要粉絲不要再使用線上平台去聽蘇打綠的舊歌 並透露因為這些歌曲 遭到有心人士想盡各種辦法利用 他認為或許是因為自己從前的盲目才會讓這一切發生 他也神大氣的想說別計較了吧 當保恩能離開就好 沒想到最後這樣的大氣卻養出了怪物 而且至今還沒有停止 台面下還正在被操作著 一次一句都充滿了無奈的情緒 而團長阿福也在清風最新天文中留言表示 這幾年努力復刻專輯正是希望能夠保留心血 因為那些作品對他們而言不是商品 而是用情感和回憶共同堆疊累積的 讓粉絲看了紛紛直呼好心疼啊 啊 啊 的